大家好,我是Permela营养师 那这一集呢,我们就会来谈谈鸡蛋融合清洗啦 那今天呢,我们就会给大家做一个这个牛油果鸡蛋吐司 那牛油果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非常高脂肪的一个水果 那它是属于好的脂肪 那它有非常丰富的Omega3和6 它有助于降低我们体内坏的胆固醇 那除此之外呢,它的糖分也非常低 然后也富含这个纤维素 所以呢,它可以给我们保持这个饱足感 那除此之外呢,鸡蛋 说到鸡蛋呢,它是一个非常高蛋白质的一个食物 那新鲜的鸡蛋即使是非常干净 然后没有破裂的鸡蛋呢 也有可能会有沾到一些这个三门氏菌 那我们就简称为salmonella bacteria 那这种细菌呢,它容易导致 就是不小心吃到的时候就会导致这个食物中毒 因此很多人就会问 鸡蛋买回来是否要清洗后再放入冰箱储存呢 其实需要保存的鸡蛋呢,是不需要冲洗的 因为用水冲洗过的鸡蛋呢,不宜保存哦 因为鸡蛋表面呢,它有一个胶状的物质 它被洗掉过后呢,细菌就容易从鸡蛋壳中呢 这小毛孔呢,就进入到鸡蛋里面 就会死到这个鸡蛋变坏了 那所以买回来的鸡蛋呢,只需要用干净的湿纸巾 或者是湿布,轻轻的擦掉鸡蛋表面的脏东西 然后再放入冰箱保存就可以了 那在准备食物之前,或者是准备煮鸡蛋之前 那就是使用这个活氧水 清洗鸡蛋后,就可以烹饪了 就可以直接烹饪了 就这样子,我们就轻轻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那今天呢,我们的牛油果鸡蛋吐司呢 的这个recipe,我们需要的材料有 面包,鸡蛋,柠檬汁 然后还有这个牛油果,还有鸡蛋 还有一些少许的胡椒盐就可以了 我们的牛油果鸡蛋 那这么简单的这个牛油果鸡蛋吐司是做好了 那我就来尝一口咯 真的很好吃哦 大家不妨在家里可以试试看 但多早餐也非常棒哦 那下一支影片呢 我们就会跟大家分享 如何使用这个活阳水来清洗葡萄 那这位面呢 我们通常买回来的葡萄呢 都会有一层辣在葡萄皮上面嘛 那通常你们在家是如何清洗的呢 你们是否会霸掉皮再吃 又或者会用baking soda来清洗呢 那就要留意我们下一支影片呢 那如果你们对我们的hydrogen fountain 有任何疑问的话呢 可以直接留言给我们 还有就是如果你们有兴趣购买的话 可以直接点击以上的链接 然后购买产品咯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拜拜